经济日报的AT个股推介 是推介中国移动941 选择原因是多只焦点蓝筹股将会陆续放榜 与其中国移动今年的盈利表现稳定 加上计划回A和增派股息有利股价 中国移动星期四会公布中期业绩 受惠5G用户增速加快 以及移动业务每月平均每户收入压配回升 综合4间券商预测数字 中移动上半年盈利预料会介乎572至584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2-4% 走势上中移动由5月至今 在46.5至51.1区间整固 目前接近区间的顶部 投资者可以在48元以下吸纳 目标是看11元 失手45.5就要止蚀 按琴特加收市市值计算 彭博预料中国移动2021至2023年的股息率 分别是7厘、7.5厘和7.9厘